大家好,我是小易,欢迎收看新一期的《一一电影》 本期我为大家推荐的影片是沈腾玛丽主演的《夏洛特烦恼》 提及沈腾,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她的小品 好见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但不得不说,沈腾此次参演大屏幕的表现同样令人惊叹 举手头足间都可圈可点,用搞笑幽默的方式讲出着哲理 故事发生在夏洛的高中同学林佳梅的世纪婚礼上 这次婚礼在豪华酒店隆重举行 老同学们都一个个的出人头地,唯独夏洛平凡的可怜 为昔日初恋住酒的夏洛看着周围事业有成的老同学 内心波涛汹涌,泛起了酸味 接着气氛醉意大闹婚礼现场 闹剧的开场暗示了影片的戏剧性 由于声势浩大甚至惊动了110 而夏洛发泄了过后却像个眉上人一样昏睡在了马桶上 画风一转夏洛穿越回到了高中时代 满满的时代记忆 无论是校园还是校服或者广播里的音乐都充满了回忆 意识到自己回到过去的夏洛充满了怀疑 他抽自己大嘴巴子,甚至还跳了楼 只是为了确定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内心也在不断地问自己 什么鬼,难道我穿越了? 几番验证后夏洛确信自己回到了高中 回到了梦寐以求的青春 他决定重新回一次自己想要的人生 重拾青春的夏洛活得潇洒浪荡,放荡不惊 做出的事也笑料不断 他不仅公然和老师唱反调 而且报复曾经羞辱过自己的老师 再一次回到高中 夏洛目中无人,成了学校里大哥级的人物 疯狂地追求自己暗恋的女孩 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暗恋自己的马东梅 中间引发的包袱一个接一个,欢笑声从不间断,影片绝无尿点 此时的夏洛绝对是个坏男孩的代表 俗话说得好,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夏洛也成功赢得了心爱女孩的放心 夏洛也趁其演唱现实中流行一时的歌曲 把这些歌当作自己的作品 趁此让母亲重展校园 甚至成为知名作家,音乐人,乃至网络逢人 夏洛过上了以前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 但是她发现自己并不快乐 自己心爱的女孩成为老婆后 也完全没有想象中那么美 作为音乐人的夏洛 由于盗用了所有能盗用的作品 物资匮乏引发了事业危机 整日整夜地写不出新的歌曲 巨大的压力也让夏洛身心俱疲 加上老婆出轨 使夏洛想到了现实生活中的老婆马东梅 她找到了马东梅 可是马东梅已经结婚了 她拥有一个幸福简单的家庭 虽然生活不算富裕 但是她很幸福 看着她脸上真实的笑容 夏洛后悔了 她回想起马东梅为了救她和小混混拼命的场景 内心感慨万千 她突然觉得现在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她想要的 她怀念以前的生活 怀念以前简简单单的 每天笑得没心没肺 幸福满满的日子 人总是这样 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 等到失去了以后才追悔莫及 可是世间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现在的马东梅不再是她的老婆 所有的一切也不是原本的样子 内心渴望的虚伪世界现在也不想要了 眼前的花花世界曾蒙蔽了夏洛的双眼 现在的她想要追求更真实 更加有温度的生活 一连串的搞笑过后伴随着一大波的感动 整部电影让人笑中带泪 真正做到了笑泪其妃 故事最后夏洛从马桶上醒来 原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夏洛的一个梦 从梦境中醒来的夏洛意识到只有自己的老婆 马东梅是真心爱自己的 所以倍加珍惜马东梅爱着马东梅 她知道了一切都是浮云 平平淡淡才是真 两个人简单并且幸福的生活着 在平凡中体味人间的酸甜苦辣 幸福和波折 在感动之余 我们也知道了一定要珍惜眼前的幸福 不要追求一些浮夸的虚伪人生 在平凡中寻找幸福 平平淡淡 简简单单的幸福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加关注 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